6月12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安丰山就近期两岸一系列交流活动,美国插手台湾问题,魏凤和香格里拉对话会讲话等热点进行了回应。 有记者提问,日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维护祖国统一,请问这是否意味着大陆已经做好武统的准备? 安丰山表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其实在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一个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联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鼓住兄弟和命运共同体,我们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以最大的诚意来去追求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同时,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也是坚定不移的,绝不容忍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 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 有岛内媒体日前称,台军计划把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推进部署到金门马祖,并称火箭炮可以打到大陆沿海城市。 安丰山一表示,搞武力对抗,以武巨统是没有出路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共同谴责。 此外,有记者问及美国国防部近期一系列言行,包括发布战略报告称将协助台湾增强生存能力。 印太战略报告将台湾列为国家等。 安布山表示,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 我们也再次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是一条绝路。 在发布会上,安凤山亦介绍了近期一系列两岸交流活动,包括第十一届海峡论坛,第二届两岸高校赛艇文化研习营,两岸中学生篮球邀请赛等等。 他表示,近一段时间,民进党当局加紧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交往,但是挡不住两岸民众交流的热情。 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用四句话来形容,那就是为一己之私足两岸交流,害百业标闭损万众复制。 民党当局现在最害怕的就是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和民众的交流交往。 因为两岸民众走近走好,将会增进了解,增加理解和融下亲切,就会让他们刻意去制造的两岸之间的那种敌意和仇恨的这样一个谎言,不攻自破。 同时呢,也会让他们为了谋一党选举的利益,来在两岸间制造紧张对立的这样一些图谋,遭到戳穿和识谱。 感谢观看